大家好,我是小杨,最近总是失眠,夜里睡不着 90多岁老奶奶告诉我一个偏方 尝试了几天,效果还非常不错 今天就把这个配方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上一个苹果 倒点清水,湿润一下 上面再撒点食用盐 用手搓洗一下 食用盐具有杀菌的作用 用手反复的揉搓 利用食用盐的摩擦性 可以很好的去除苹果表面的农药残留物 用手搓揉两分钟之后 再用流度的清水冲洗干净 看一下苹果表面清洗得非常光亮干净 接着再把清洗干净的苹果一分为四 再把里面的苹果盒去掉 苹果盒还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所以不能吃 再把苹果切成薄片 苹果性微 用于脾精和肺精 有很好的健脾和味 润肠通便 美容养颜的功效 尤其对于心脾两须肠胃不合导致的失眠 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苹果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筛药去皮 筛药是一种药食通缘的食物 有很好的健胃补脾 滋阴肺的功效 尤其是脾胃虚热的人群 要多吃山药 山药去皮之后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清洗掉表面的粘液 接着再把洗干净的山药 斜刀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 收入盘中备用 再放几片柠檬 柠檬片可以起到美容养颜 促进食欲 促进消化的功效 再切几片生姜 生姜可以趋寒暖胃 止咳化痰 健胃促消化 生姜切几片就可以 准备一口砂锅 在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用大火把水烧开 水烧开之后 再把所有的食材全部倒入里面 用大火把水烧开 煮开之后 撇去上面的浮沫 然后盖上盖子 再煮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再往里面加一块红糖 红糖水可以温披暖胃 补血养血 清肺润肺 对身体也非常有好处 搅拌一下盖上盖子 改小火煮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这个山药苹果自补汤就做好了 直接盛入碗中 这个汤口感清甜 非常好喝 像经常失眠的朋友 可以多喝这个汤 可以很好的健脾和味 养心助眠 常吃还可以起到美容养颜 增强抵抗力 里面加有柠檬 还拌有淡淡的柠檬香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动手在家尝试一下 我是小杨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